近日,宣美结束行程回国,在云川机场竟遭到大批韩国媒体为追赌劫拍摄,当场惊慌失措逃跑,不仅如此,宣美还用头发遮住脸部,全程低着头,看起来像做错事一样,场面尴尬不已。 其实整件事是一场误会,宣美当时独自回国,她不希望素颜照片被媒体拍到,于是去告知经纪人,与媒体蹲的地方错开。 经纪人把媒体骗到B出口,没想到期间沟通出现问题,宣美也从B出口出来,与媒体当场通上。 宣美不配合拍摄逃跑,在场媒体觉得被爽,知道了经纪公司的吊虎临山之际,便痛骂宣美是媒体骗子。 最后,宣美必逼到在IG上发文道歉,解释称当时是自己的私人行程,不知道记者也在,所以打扮很随意,不像以前那样总是以光鲜亮丽的样子出现,所以非常慌张。 宣美莫名其妙被拍被骂,之后还得道歉,本人估计也挺委屈的。